当地人说这里有闯王李自成墓 在四川彭州的深山中有一座高耸的佛塔 佛塔下还有一座佛寺大殿的遗址 这里鲜有外界的人来参观 而知道附近有一座疑似李自成墓的人就更少了 要进到这里需要在这种只有一车道的山路行驶五公里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翻过一座山梁 我们这一路上一辆车都没遇到 否则还真不好错车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见到了这座白塔 而所谓的李自成墓到底在哪 它真的是李自成墓吗 大家好我是永叔 我们现在在四川的彭州 这是在深山深山里边啊 现在是风雨交加 我们正好赶到这儿下雨了 然后呢今天大家看一个古寺的遗址 上有一个寺啊已经荒废了 大家看大雄宝殿四个字 这个应该是一个近代人 现代人修的一个寺啊 这应该是一尊阿弥陀佛 这尊阿弥陀佛的头部已经掉了啊 自己手捧着呢 看着非常的凄惨啊 看看这里啊 这就是原来那个大雄宝殿的一个废墟 这是大雄宝殿的台积 这可能是官二爷的塑像 惨遭开唐破度 这只拿着弃民的手 不知道是谁的 金刚杵 褪色的红布后面是一尊围陀像 这寺院为何废弃 旁边住着守护古迹的山民 跟他打的一件 就是盖完了之后 没人维护了 没人管了是吧 有的管 有的管 对这个 把那个 要得了 有的保护这个 人家 人家试验他 你必须要有缘嘛 缘有缘 有他 你这要 不能妙子 你管一个多他 对对对 大雄宝殿 他们把这个 好嘞 大哥说的啥 我也没听太多 看前面好像还有一个 狮子还有个啥 好 往前走 这还有一处 造像 然后那个上面 就是民居院 一会咱们飞到高空 去给大家看一下 那应该以前有一个造像 你看是个坎 是吧 这是个造像坎 这是一个山石 一块整个的山石 然后这个 是不是从造像坎上 剥离下来的造像呢 什么年代的造像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造像坎 这边还有浮雕的 观音不算 只不过呀 残损的很严重 就是咱们这儿传说是有李自成是吧 就那个墓是李自成的墓 哦 这个云居院呢 是北宋的一个 实践于北宋的一个寺院 现在这个云居院的遗址啊 已经找不到了 咱们刚才看到 那是一个现代人建的一个黄寺 那只剩下这座 十三层的密延式的宝塔了 这个塔下呀 有一块古碑 文字我现在看不太清 道光九年 道光九年的碑 这是清代给这个塔立的一块碑 估计是一块修缮碑吧 云居院塔建于北宋人宗时期 同高二十米左右 塔身用条形青砖累契 塔岩叠色内收 每层系有十二个铁柱的风铃 一共一百五十六个 寺院早已消失 没有塔留了下来 它近期应该有过大面积的修缮 看起来很新 塔其实是中空的 一百六十年前 塔里还发生过一次惨案 台平天国时期 当地地主组织武装自保 有一批团练成员 躲进塔中抵抗 起义军放火烧塔 里面的数十人被活活烧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塔门被封堵了 李自成在正史上 他是死于湖北的九宫山 被当地的团练 武装给杀死的 怎么会葬在这儿呢 那这个墓到底是不是它的墓 咱去看看 走 哎呦这是一个 这是个佛塔呀 这几根他们来啊 还是进去的 这是个佛塔 富博士 富博士佛塔 那座墓在山上 一位阿姨带着我们去寻找 这里就是墓门 每次来到这儿 阿姨都要焚香 嘴里还念着什么 上面有文宝碑 仅有的几户当地村民 在墓口放了棚子 方便分箱 他们对墓里的神灵很虔诚 阿姨咱们本地是说 这是李自成的墓是吧 嗯 他的墓 本地人说是李自成的墓哈 这是一座 凿山开出的石栋墓 我注意到 墓道口还有一些建筑残件 这是一个持吻 这是一个残破的瘦头香炉 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东西 这里还有曝谷石 石门矿上还残留了一些 粘合封门石的三合土 墓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打开的 然后在这儿啊 有一个匾啊 月阴王三个字 已经被当地人给铺了筋了 这儿是墓门 还有一个很高的门槛的 应该是两道墓门这里 看到没有 好了 咱们现在来的这个位置啊 咱们现在来的这个位置啊 是前室 这一拱炫顶的 然后下边呢 有几个 哎呦 这个面目看起来啊 有一些 照着点 恐怖的一个 一胎的塑像 这边是两个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看起来啊 好像是一个女人 风化的更严重啊 这儿还有一栋屋门 来 这儿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 这算隧道楦吗 是吧 哎呦 下边都是水啊 然后大家看这个门梁上啊 还有花纹里的雕刻 看着还是很清晰的 在这个地方呢 上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 方形的枣景 看这儿了吗 还有一个 人形的一个 石涌 这个不知道是 陪葬的呢 还是后代人在这儿放的 然后这里 祭拜的主尊啊 就是这位 月音王 这是他的雕像 明显是一个新的雕像啊 这一双鞋呢 应该是原来的 是老的 古墓的后世 是一个圆形的石石 墙体幅雕了 十一根石柱 看形质 不是明清的 应该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顶部是圆形蝶色顶的枣景 枣景下面 正对佛像的底座 它是一个莲花座的佛台 我估计牧师被打开前 佛台上很可能放置的是 高僧的古师 或者是石立子 这么大的一座石石墓 墓主人身份肯定不一般 民间传说 李自成并没有死在九宫山 而是出家为僧人 藏了起来 这座墓仅存的三个文字 是月音王 那么月音王 会不会就是李自成的画名呢 这个墓的墓顶上啊 还有点东西啊 就这阿姨说 这是个石虎吧 应该是个石虎啊 下山蒙虎之事啊 在这儿我们还发现了塔叉 塔叉的位置就在古墓后世的顶上 说明它不只是墓 而是一座墓塔 据传李自成逃到了云居寺 此后葬在这儿 这儿还有一个 你看是别踩边上会掉下去 也是一个石虎之类的吧 嗯 我看着像是吧 这堆石虎不是石像生 墓顶有塔叉很正常 但不知道为啥有一堆石虎 黄草漫漫已经无法看清 这座墓塔的全貌了 这座墓到底是不是李自成的墓 一定不是 因为这座墓塔啊 它是宋代的 北宋的 那么说这个月音王 当地叫耀音王 是谁呢 据说呢 就是这个云居院这个寺庙啊 它的一个创始人 当年建这个塔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个耀音王 来主持修建的 所以呢 它不是李自成的墓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小时视频再见 拜拜